鸿门宴上,项羽没有把刘邦杀掉,以致留下后患,遗恨千古,刘邦能够逃脱,可以说从始至终都是项伯的功劳,但是项伯身为项羽的亲叔叔,为什么不帮助项羽?反倒胳膊肘向外拐呢?这里是妙文史,为大家总结了三个原因,欢迎订阅观看。 张良有恩于项伯,张良曾经救过项伯,是项伯的救命恩人,于情于理,项伯都应该帮助张良,但是张良又是刘邦手下的人,如果刘邦被项羽杀死,那么张良的后果可想而知,在古代,他们也是非常注重情义的,而且项伯犯杀人罪的时候。 正是因为刑侠仗义犯了罪,才被张良所救,由此可见,项伯从来都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,张良为他的恩人和朋友,项伯一定不会坐视不理,而且张良侍奉的是刘邦,对于项伯来说,朋友的君主也理应帮助,所以才有了项伯帮助刘邦这一做法,张良与项伯的交情,是项伯背叛项羽最直接的理由。 项伯为自己谋求后路,在鸿门宴之前,刚刚发生项羽在西安城南,活埋二十万秦军的事,这件事直接反映出了项羽的残忍性格,项伯作为项羽的叔父,对项羽的了解更深。 应该知道,项羽其实不适合做一个君王,尤其是项羽将已经投降的秦军全部杀死,已经天理不容,天下人不会再臣服于项羽,项羽如果想要当皇上,也是困难重重。 当时人们都相信关天,范增曾曾说过,刘邦入关之后,他头上的云气成龙虎之状,有天子的锐气,而刘邦进入关中,也和百姓定下约法三章,百姓都拥护刘邦,刘邦的做法与项羽的对比。 高下立判,项羽帮助刘邦,也是为自己留了后路,如果项羽失败了,自己还能仗着帮过刘邦保住性命,事实证明。 最后,项羽真的败了,项羽也因为有恩于刘邦,被刘邦封为涉阳侯。 项羽与刘邦结为亲家项羽,帮助刘邦背叛项羽这一点,多数人不理解,就是因为项羽与项羽是亲戚关系,正常人讲究血浓于水, 比较户内,怎么项羽就帮助外人不帮项羽呢? 其实多数人也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项羽再见刘邦告密之后,与刘邦结为儿女亲家了。 这样,项羽与刘邦因为儿女的关系也成为了亲戚,项羽就算因为自己孩子的关系,也是有道理去帮助刘邦的,加上张良的关系。 所以,项羽才能够尽心帮助刘邦。 那么问题来了,项羽做出这样的事情,项羽为什么不怪他呢?不仅不杀他,还把他继续留在身边,这之中也有几点原因,妙文史继续给大家分析。 项羽的官职比项羽大在《史记》中,项羽刚出来的时候,给项羽的介绍是楚国左隐。 楚国的左隐职位仅次于另隐,另隐相当于丞相,掌握政治事务,是楚国的最高官职。 另隐之下有两个官职,分别是左隐和右隐,相当于左丞相和右丞相,是专门辅助另隐的。 而在左隐和右隐中,左隐的职位高于右隐,项羽的职位为左隐,是仅次于丞相的职位,当时楚白王还没有被杀,项羽还不是西楚霸王,所以项羽与项羽相比官位要低,即使项羽这次没有向着项羽,项羽也没有权利将项羽杀掉。 项羽为项羽长辈项羽,除了是楚国左隐之外,还有一个身份是项羽的叔父,就算项羽再怎么残忍,总不至于杀掉自己的叔父,在此之前,项羽已经活埋秦军这么多人,如果真的杀了项羽,那么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一定会激怒天下人。 项羽就算再不懂事,也不可能直接杀掉自己的叔父。 项羽本身没有想杀刘邦项羽,在鸿门宴中的态度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,范增给项羽实眼色,项羽没有反应,说明项羽本身就没有想过要杀刘邦。 至于为什么项羽不想杀刘邦?其一是因为刘邦的兵力没有项羽的多,项羽有四十万军队驻扎鸿门,刘邦只有十万军队驻扎坝上,从兵力来看,两人就有不小差距,项羽一向是个非常自信的人, 他在领兵方面确实是强项,所以他既会领兵,又有军队。 更不至于用这样的手段杀掉刘邦。 其二,项羽认为这是不义之举,刘邦帮助项羽攻入关中立下功劳,项羽没有理由杀他,凡快也对项羽说刘邦劳苦功高, 而项羽却听信谗言,这时项羽的反应是沉默,在项羽的潜意识中,刘邦不是一个对手, 所以如果项羽杀了刘邦,就是过河拆桥的行为,受天下人唾弃,项羽是一个比较讲信用的人, 所以不会做出这样的不义行为。 其三,就是项羽的性格,项羽是一个强势的性格,如果自己有了想法,别人的观点他都不会同意。 如果一开始项羽就不想杀刘邦,那么无论范增怎么识眼色,打手势,项羽都不会听从, 所以与其问项羽为什么不怪项羽帮助刘邦,不如说是项羽本身就没想过要杀刘邦。 《鸿门宴》是《史记》,项羽本记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, 它是项羽和刘邦在灭情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, 虽是开端,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。 我们经常会说,这是一场鸿门宴,不要去。 那么,关于鸿门宴的典故,到底讲了什么? 这里是妙文史,继续给大家分享。 第一部分,从开头到项王许诺交代鸿门宴的游览。 文章先指出刘,向两军的驻地及双方兵力,表明项羽占有绝对优势, 战争的主动权在他手中。 下文所述人物活动均与这个背景有关,斗争起因使曹无伤告密。 项羽听说佩公豫王关中冒发了他的尊严,当即决定进攻刘邦。 他的主要谋士范增,乘机揭露刘邦的野心,也力主进攻。 二人认识上的差异,预示着他们对刘邦将采取不同的态度。 第二部分,从佩公诞日从百于其来见项王到阴昭凡快处。 血红门宴上的斗争,节奏发展得快,气氛的变化也快,开始很平和。 刘邦悲辞谢罪,项羽说出告密人,可见怒气全消,有何解义,且设宴招待刘邦。 但范增蓄意杀死刘邦,使而树木向王,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,继而命向庄武剑,因机佩公余作,杀之,使气氛越来越紧张。 于是张良出招凡快,凡快是刘邦的参成,有保护刘邦的责任,但无预会资格,项羽得知他的身份后致其来意。 于是借刺酒缓和一下气氛,凡快为了将众人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。 不仅一切做得合乎礼法,而且忍辱吃了生之间,然后借向王能负饮乎之问,慷慨陈词。 于王冠中仪式,颜色有怀王之约,由不敢自专,必带大王来。 又就席间武剑仪式,指责向王玉珠有功之人,故向王未有已应,反而赐作,至此气氛又进一步缓和,但危机仍未解除,这是宴会斗争中的高潮。 第三部分从佩公已出到结尾,恕鸿门宴后于世,包括,刘邦讨喜,见到治军,张良留谢,向王受弊,而泛增破斗,刘邦诛杀曹武商。 不论项羽想不想杀刘邦,只要项伯没有出手相助,那么刘邦很大可能有危险,但是项伯最后出手相助,刘邦才逃过一劫,就像徐军的诗中说的。 如果没有项伯和张良旧时,那么楚汉之争会是什么结果,项伯垂手相助,也使刘邦感恩,封项伯为涉阳侯,最后改姓为刘,校会第三年,项伯去世后,他的后代有罪,不能继承爵位,封国归入朝廷。 历史的轨迹有时极其的相似,民国时期,东北王张作霖就曾赴过袁世凯的鸿门宴,张作霖凭着自己的机制化险为夷,最终逃出了虎穴,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,清朝灭亡后。 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,当上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,老袁心中也明白,自己当上的这个大总统,名不正言不顺,对清朝来说他是不忠的,他逼迫清帝退位,对南方孙中山阴奉扬为,一边用武力威胁,一边用官职照安。 总之,他这个大总统位是一手拿炮仗,一手拿糖果,连哄带下骗来的,因此袁世凯寝世不安,生怕有一天被人推翻,老袁不但惧怕南方革命党闹事,他同时也害怕各地割据一方的军阀不服,为了试探这些地方军阀的态度,袁世凯设下了鸿门宴。 他首先请的是山西王严西山,严西山是个文化人,老谋深算,早就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,他在宴席上极力奉承老袁,用自己的口才骗过了袁世凯,严西山逃过了一劫,高高兴兴回了他的山西。 老袁请的第二个军阀就是东北王张作霖,我们都知道张作霖是土匪出身,没有多少文化,又不会说奉承话,但是张作霖社会经验丰富,他从老袁的一举一动也窥透了,他是在试探自己。 张作霖见机形势给老袁演了一出好戏,张作霖接到袁世凯的邀请韩后。 进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用金钱买通了老袁的手下,这样一来,老袁的手下就会为张作霖说好话,这个说张作霖重情重义,是个忠臣,不会反对大总统的,那个说张作霖从前就拥护帝制,他曾拥护溥仪复辟当皇帝,这个人念旧,他不会反对袁大总统的,把外围拿下以后,张作霖见到了袁世凯,彼此寒暄过后, 袁大总统关心地问,你需要多少兵马和武器尽管说,袁世凯这是试探张作霖有没有野心,如果他要兵,要将,要武器,那就说明张作霖有独占一方的打算。 这样的军阀必须尽早铲除,张作霖早已窥透袁世凯的心思,于是急忙说,我的兵,我的将就是袁大总统的,我要那么多,兵将武器有什么用呢? 有袁大总统在,我怕什么呢?袁世凯听了,心中暗喜,对张作霖的戒备心稍稍放下了,张作霖趁热打铁,决心把戏演足,此时老张直愣愣地盯着袁世凯的胸口,看得袁世凯心里直发毛,于是问你还有其他要求吗? 张作霖脸一红,不好意思说大总统,我看你胸前的金表挺漂亮,我想,袁世凯恍然大悟,哈哈大笑了,既然你喜欢金表,说着话,袁世凯摘下了金表,递给了张作霖,那你拿去吧。 张作霖双手接过金表,急忙跪倒说,奴才给主子磕头,袁世凯急忙扶起,连声说都民国了,不行这一套了,张作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表示自己没有雄心大志,只不过是个贪小便宜的人。 袁世凯对这种人没有戒备心,知道这种人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后,张作霖果然粗中有戏,为了彻底打消老袁对自己的戒备心,在宴请过后,他每天到京城的八大胡同寻花问流。 袁世凯见张作霖是一个贪财好色之人,以后不会对自己产生危险,于是就打发张回了东北。 张作霖凭凭着自己的智慧逃出了虎穴,袁世凯死后若干年,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阀的海陆军总司令,其权力甚至超过了当初的袁世凯。 通过我的介绍,相信大家对鸿门宴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这里是妙文史,将不断更新新的内容,喜欢我的记得点个订阅,收藏起来分享给你的朋友,我们下期再见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